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这一阶段我们在谈的课程谈的是辐射 辐射的生物效应 辐射的生物效应 就像辐射生物效应的起源 游离辐射生物效应的起源 来自于就是说游离作用 所谓游离作用呢 就是当我的辐射 辐射粒子通过我的细胞的时候 造成细胞里面的原子 产生游离的现象 游离的现象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库伦力的关系 我会使这个带电的 这个使电子脱离我原子的轨道 变成自由电子 那自由电子呢 成为一个自由电子 还有一个所谓的正离子 那这会造成一个所谓的细胞的 直接的一个伤害 会效成细胞的一个直接的伤害 我们称为直接效应 但是直接效应 相对来讲是非常不重要的 那比较重要的呢 我们叫做间接效应 什么叫做间接效应呢 就是细胞的构成物 绝大部分是水 所以当你造成水分子的游离之后 那水分子之间呢 那些正的离子 会发生一连串的反应 形成所谓的一个东西呢 叫做自由基 自由基主要构成就是OH 形成自由基 然后自由基呢 会从它产生的地方呢 向外扩散 向外扩散 所以会跟这个细胞里面的分子呢 产生化学反应 这样子造成的伤害呢 我们称它为间接效应 那因为自由基存在的时间 相对来讲比较长 所以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比较大 再来呢自由基致癌 自由基会致癌 几乎现在已经被确认为 癌症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很多化学物质会致癌呢 它的很多效应是一样的 很多的效应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来讲呢 这是我刚刚嘴巴上讲的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那辐射对细胞造成的伤害 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细胞可能被杀死 细胞可能会杀死 或者呢这些细胞本身被改变 也就是Modified 它虽然可以再分裂 就是产生新的细胞 但产生分裂后之产生的细胞呢 无法存活 这两个都没事 比较怕的是这个 细胞被改变后可再分裂 并产生可存活之不正常的子细胞 那如果是这个一般的细胞的话 所谓的体细胞的话 那可能会引起肿瘤 也就是癌症 那受影响的细胞为生殖细胞 可能会造成遗传伤害 那遗传伤害呢 如果非常严重的话 这新生的畸形儿 或畸形的下一代呢 一出生就会死掉 再来呢如果它所受的损害不严重 那细胞本身是修复能力 而于分裂前回复人正常细胞 在它的子细胞呢 也是正常的细胞 那很重要 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说 辐射与辐射剂量的单位 我们最常听到的单位就是贝克 这回日本辅导事件之后呢 大家看到媒体上常常报导 什么叫贝克 就是说一秒钟放出一个辐射线粒子 就称为一个贝克 就称为一个贝克 那一居里呢 我们以前学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的单位呢是Curie Curie是一个活度的单位 它是3.7乘以10的十次方贝克 那3.7乘以10的十次方呢 也就是一克的雷 它会放出多少辐射粒子 也就是一克雷的活度 所以你可以知道贝克是非常小的一个单位 再来讲呢 我们要谈说辐射剂量 什么叫辐射剂量 就说我们要了解人体跟辐射之间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那最直接的就是说 当我辐射的粒子通过我的生物体之后 有多少的能量被吸收掉 有多少的能量被吸收掉 那如果1公斤的生物体 1公斤的生物体吸收1Jr的能量 我们称它为一格雷 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能量 非常小的一个能量 但是因为它是辐射所造成的 所以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们称为格雷 那我们再来讲 那生物体因为不同的细胞 不同的辐射粒子 它的游离的能力不一样 游离的能力越强的 对细胞造成的伤害也越大 那游离的能力越差的 对细胞的伤害呢 也就会不会那么 也不会那么大 所以当我们把这吸收剂量讲完之后 我们下面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看一下说 它是哪一种辐射所造成的 哪一种辐射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吸收剂量呢 乘上一个转换因子 变成另外一个单位 称为吸佛 变成吸佛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差异呢 就考量不同的辐射 它会造成伤害的程度不一样 这叫等价地量 再往下面一个呢 有效剂量 有效剂量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细胞 我的器官 不同的器官 对同样辐射剂量的伤害 所造成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某一些器官 它对于这个辐射的抵抗力 是比较低的 某一些器官呢 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考虑这个之间的差异呢 我们要再乘上一个因子 考虑不同的器官里面的细胞 它承受伤害的能力不一样 这出来之后呢 我们称它为有效剂量 那有效剂量跟等价剂量呢 它的名字都是吸佛 都是吸佛 那这几个呢 都是过去在这个保健物理界 比较知名的一些重要发现他们做的 那辐射还有辐射剂量对生物体的伤害呢 在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做health physics 叫做health physics 保健物理 这两只摆在一起很奇怪 你不能翻成 我们也不能翻成这个健康物理 不是 它主要就谈了辐射线跟人体的作用 那跟生物体的作用 那这个领域呢 我们称它为health physics 那给各位看一下呢 这是一个示意图 我一个入射的一个例子 有一部分能量会被吸收 有一部分会被散射出去 所以它吸收的能量呢 也就是于物质吸收的辐射能量 等于射入体积的辐射能量 减掉射出体积的辐射能量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刚刚也提过了 吸收剂量 再来呢 等价剂量 等价剂量 我们做的呢 也就是说 表示辐射对人体影响的程度 不同的游离辐射 所以我们这乘上一个wr 就是一个加权的因素 就是一个加权的因素 所以我们通常呢 等价剂量呢 用于确定效应的管制 确定效应需要非常高的剂量才会达到 我们等一下来讲什么叫确定效应 然后呢 所以呢这是一个确定效应 好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加权因子 这个加权因子 各位可以看 那所有能量的光子 把它定为1 那所有能量的电子 有μOng这东西 也把它定义成1 那你开始看到中子 你开始看到中子 中子你会发现说 一个能量比较低的中子 它的加权因素是5 当我一个能量大于这个 大于0.1至200万 200万电子伏特是20 当然它的游离能力 它通过一个东西的能力 被吸收的能力 谁的能量会有所改变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不是能量越大的时候 这wr越大 再来呢 紫子就是说有一些时候 会发生一个反应 会紫子会被打出来 那个紫子所造成的效果呢 加权因子也是5 再来呢 α粒子分裂碎变 比较重的核 它的加权因子是20 所以如果一个α粒子 跑到了体内 跑到了体内 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它造成的影响相对来讲 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可以大概有个概念 什么样的辐射 是你比较 你比较尽量去避免它的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 中子 索性 索性自然界的辐射里面 除了在很高的地方 有宇宙射线的中子之外 其他的地方看不到中子 为什么呢 因为中子本身会衰变 中子会衰变成什么 紫子加上电子 会衰变成紫子加上电子 所以一般来讲 大家只有在原子炉周围 或者一些专门的设施里面 产生中子的设施里面 你会看到这些 好 再来一个有效计量 有效计量 所以考虑不同器官对辐射伤害 造成的敏感度 我用的符号为1 所以我基本上是把前面 算出来的这种计量 乘上这加权因子 我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 有效计量 有效的计量 它主要在用于几率效应 英文叫Stochastic effect 所谓几率效应 如致死的癌症 或者与第二代的遗传效应 这个我们称它为有效计量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组织器官的加权因素WT 你在这里看到有三份报告 第一份报告叫ICRP26 ICRP是一个缩写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国际和辐射防护协会 在很早的时候 大概在1960年代的时候 它发表一篇报告叫26 这是它对所有器官加权因素的 一个列表 你会看到再来在后来发展出来一个叫ICRP60 再来ICRP103 这个报告越后面发表的报告 代表说它检查了越多的数据 有了更多的临床的证明 来assign这些number 来assign这些number 通常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如果你很清楚 你很清楚你的受到辐射伤害的部分是哪一部分 你可以用直接这样子来算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在RCRP26的时候 它就要用个0.3 这个不确定型比较大 它要用个0.3 那随着时间的改进 这些做保健物理研究的专家们 不断的在改变这些数字 我想很重要一件事情 看最上面信线 信线原来认为 因为信线为什么要把它定的比较高 因为那是遗传效应 那会遗传到后来 所以一开始把信线定成0.25 就是说你要把信线定成0.25 基本上你要保护信线 意思讲说 那边只承受到一点点的剂量 你就要担心了 所以定高的目的是这样 可是后来越来越多的数据累积 显示遗传效应没有大家想像中的那么严重 所以这数字开始降低 降到0.2 降到0.08 甚至不是所有东西最高的 最高的一个限值 103是最近发表的一篇报告 103最近发表一篇报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们现在法规的标准还是 还是在102 还是在SARP60 还是在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应该还是在SARP60 所以现在最新的是103 其实这个就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器官对于辐射的影响是最 影响是最脆弱的 最容易受到影响 你发现现在的认知就是什么 红骨髓 结肠 肺跟胃 这几个器官受辐射的影响会是比较大的 好 那我们现在刚刚讲完了 我们刚刚讲完这个辐射剂量的一个单位 我们现在来讲辐射会造成什么样的健康效应 这健康效应我们可以分成这上面 这三个 躯体效应就是发生在这一代 遗传效应就发生在下一代 确定效应是什么 确定效应是说 我只要接受了一定量的辐射 我一定会看到这个效应 而且我的剂量越高的时候 我的这个后果会越严重 我的效应会越强烈 我的效应会越强烈 这个叫确定效应 那什么叫几率效应 我今天接受了某一个程度的辐射的剂量 我人看起来都没事 快快乐乐的 也没有任何临床的症状 但是呢 它对我的细胞造成的伤害 所以有可能这个个体在将来得癌症的机会会增加 所以这叫几率效应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比较能够体会 我们都说抽烟会怎么样 会造成肺癌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抽烟的人都会得肺癌 不是 那是不是所有不抽烟的人都不会得肺癌 也不是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大概临床上可以发现抽烟抽的越多的人 他得肺癌的机会会怎么样 越大 这个就叫几率效应 这叫几率效应 还有叫急性效应 叫慢性效应 急性效应 一开始就会发生了 慢性效应 就是要经过一段累积的时间 它才会发生 那我们现在还在后面再谈一下 辐射防护的原则 再来辐射剂量之法规限制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看 我们刚刚把那个分了 我们首先看最左边 躯体效应 遗传效应 分这两类 那躯体效应又分成急性的 又分成这个 又分成慢性的 又分成慢性的 然后呢 再来这个急性的 全部都是确定效应 但是慢性的里面 有一部分是确定效应 就是白内障 不育症的胎儿的影响 这些是确定的效应 然后慢性效应里面 还有一个血癌 这个白血病 还有癌症呢 基本上是一个几率效应 基本上是一个几率效应 然后再来呢 遗传效应呢 也就是一个几率效应 所以我们讲到现在 我们讲辐射 对生物体的影响 我们都在讲效应 第一个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指的是从围观上面 它是怎么样造成的 然后在围观上你了解了 在扩展到整个生物体上 我们分成躯体跟遗传 然后这是从发生的generation 然后从发生的快慢 我们分成急性跟慢性 急性跟慢性 对躯体效应 我们分成急性跟慢性 当然遗传一定是慢性 遗传一定是慢性的 然后再来它跟计量的关系 看它一定不会 一定会不会发生 我们又分成确定效应跟几率效应 确定效应跟几率效应 那我们现在来看呢 再来呢 什么叫确定效应 就是说效应之严重的程度 以辐射剂量的多寡 成正比关系 它有一个低限值 例如这位人他后面 可能在这个部位 受了非常强的辐射 体外辐射的影响 体外的辐射影响 它会有皮肤的红斑 脱毛 然后会造成白内障 会造成不孕症 这些都是低限值 如果我的计量低于这个值的话 我根本看不到 我根本看不到这个现象 那如果我接受的计量高于这个值的时候 我一定会看到它 这叫确定效应 我一定会看到它 那这个呢是接受了15个格雷以上的计量 这个15个格雷呢是区域性的 在这个范围之内接受到15个格雷的这个影响 这叫确定效应 再来呢我们现在来讲辐射健康的效应 这个在不同的这个健康效应 急性的辐射伤害 当于一次的辐射计量 一次 就是说在短时间内你接受一次辐射计量 小于250个毫希佛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影响 200到100个毫希佛的时候呢 你的淋巴球跟白雪球会暂时的减少 那一个毫希佛到两个毫希佛呢 你会有这个现象 两个到四个 这些现象 两个到四个以上呢 就已经可能死亡了 你会发现这边什么疲倦 恶心 呕吐 这个都跟肠胃疾病有点关系 有点像 再来呢四到六都一样 两至六周之内的死亡率为50% 六千个希佛以上 这个 抱歉 六个希佛以上 六千个毫希佛 六个希佛以上 没有适当的医护死亡率为100% 这是指一次辐射计量 不是指在一段时间内累积 就在那一次 你就接受了这么样的高的一个计量 你会少 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通常 我们在电场紧急应变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一次的辐射计量 大概定到250个毫希佛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进去 一进去 一做一些抢救的措施 他的计量会超过250的话 通常 这个人做这一次 不让他做第二次 因为第二次可能就会看到一些 确定效应出来了 所以250个毫希佛是一个 一次辐射计量的一个低限值 低限值 那我们看来看 就是说 几率效应 效应之发生 无法事先预知 只要受到辐射的照射 就有发生几率效应的可能性 这等一下解释 它这个效应 你没办法预测 它到底会发生 它是一个几率 我们假设 只要受到辐射的照射 就有发生几率效应的可能性 所以它是没有低限值的 所以任何的辐射都会造成影响 那根据一些临床分析的结果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 癌症的风险每希佛为6% 意思讲什么呢 如果你接受了一希佛的剂量 你将来得癌症的机会会增加6% 听起来很玄 不过健康上公共卫生上就有这样子 就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这让我们可以估算出来蛮多东西的 就说每希佛是6% 遗传必变的风险 每希佛大概会增加你的 会有1.3%的这个机会 会有遗传的这个病变 所以这个机率效应是无低限值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机率效应 那机率效应是所谓的致癌的影响 流行病学专家从广岛长崎 马歇尔群岛的居民 为什么有马歇尔群岛 因为那时候老美把那地方当成核爆场 没事就当爆原子弹 那核武世报之军事观察员 接受辐射医疗的病人 然后辐射工作人员 高天然背景地区的居民 遭受核子事故影响之人员 他从数十万人中做长期的追踪调查 探讨辐射与致癌几率的相关性 从日本核爆生存的长期调查显示 接受低剂量大概是250个希佛以下的 他不会有任何临床的症状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白血病或其他实体病发生的癌症 也与一般人相同并未增加 但是为了辐射安全起见 国际辐射防护协委员会 我们就刚刚讲的那个组织 做了很保守又很重要的假设 人体只要接受辐射 不管剂量是多少 都有引发癌症和不良遗传的几率存在 没有低限值 而且致癌或不良遗传的几率是 以接受的剂量成正比 就是一个直线的关系 我剂量越高 几率也越大 那这种现象呢 我们称为几率效应 那几率效应 没有低限值剂量 只要有剂量 就会有引发癌病的机会 请注意 这个是一个假设 那我们再来看癌病引发 有些东西也蛮好玩的 癌症的噪音为器官内不正常的细胞 快速的繁殖 妨碍了正常细胞的发展 使得器官丧失功能 一般来说呢 辐射产生的癌症 从人体器官接受辐射暴露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复杂变化 才会有癌症的症状出现 那这段时间我们称为潜伏期 那潜伏期做后之后呢 进到高危险期 在这段期间之内呢 癌症的病症呢 会逐渐的显现 当然过了高危险期之后 如果这边没有发生 后面也就没有了 这是观察辐射 对于致癌的时候的 一个大概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样 辐射引发癌症之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 很抱歉 我这边引用了一个单位 那边写个轮目有没有 轮目是西佛 在西佛还没有普遍化之前 我们用的单位是轮目 那一个轮目 这个100个轮目等于1西佛 100个轮目等于1西佛 所以这单位相对来讲比较小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 辐射引发癌症之统计数据在这边 他的照射时候年龄是多少 他的潜伏期是多少 高危险期是多久 然后他致癌的机会 每百万人轮目 他致癌的机会是多少 所以这也是保健物理上研究出来的一些 统计出来的一些数字 好 那我想这个主要是 主要是跟各位讲一下这癌症的一些东西 我念一下 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显示 人体器官对辐射致癌的敏感度有很大的差异 表示为人体各组织器官接受1000个毫西佛 也就是一个西佛的剂量 引发癌症几率的一个评估值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个表 人口群分为全部人口 包括小孩及老人和成年工人 由于小孩对辐射较敏感 故将小孩的致癌危险度呢 也考虑在里面 全部人口的平均致癌几率呢 较工作人员的平均致癌几率呢 为高 那胃 肺 结肠和红骨髓四个器官 对辐射致癌比较敏感 刚刚前面一个看到了 而甲状腺骨表面的皮肤则较不敏感 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一个西佛的剂量 那此人因为癌症死亡的几率呢 为1.1% 各位可以看前面那个表 那此人因辐射剂量 而导致癌症病发而死亡的机会呢 为5% 意思讲说 这个人因为接受了这个辐射 所以他胃癌死亡会是1.1% 那其他的癌症的话 合在一起可能是5% 换句话说 如果有1万人 每人均接受了一西佛的剂量 相当于500年的这个天然背景的辐射 而可能增加的癌症死亡人数为500人 这怎么算呢 我有一万人 那我因为我接受了一西佛的剂量 他癌症死亡的机会为5% 所以有一万人的话 这一万人合在一起 接受了一个西佛的剂量 所以癌症会增加500人 这个算法是非常非常保守的算法 在自然的情况之下 人类各种死亡的原因中 癌症占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所以换句话讲 这一万人 百来百 就是根据自然 就有多少人会死于癌症 2000人到3000人 2000人到3000人 那卫生署公布台湾地区84年 癌症死亡率大概是 占死亡总数的21.9% 就是每一万人之中 有2190人会死于癌症 所以这个是我们考虑 几率效应的一个方式 用集体剂量来考虑 那人体器官组织辐射致 辐射致癌的几率 所以这个表跟刚刚前面是对在一起 胃 然后全部人口成年的工人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比较 那成年的工人之所以会比较低 第一是因为里面没有小孩这一部分 那这个图实实上 传递了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这个图我们看 也看这个确定效应 我们看确定效应 几率效应我们看下面一个图 确定效应 我有个低限剂量 低于它你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任何影响 高于它的时候 你会看到确定效应进来 而且随着剂量越高的时候 你的效应会越明显 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curve上来 当然再上去不会有影响了 因为已经挂了 就不会有别的影响了 这是确定效应 那我们看几率效应 我们看几率效应 几率效应 几率效应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们重座标画的是 额外癌症的病例 额外 所谓额外就是说 它本来就有个致癌的一个机会 那因为有辐射剂量的增加 所以会多产生多少癌症病例 横坐标是辐射剂量 是辐射剂量 从临床上来看 当我的辐射剂量低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我观察不到有额外的癌症病例 所以我的数据显示指到这一点 在这以下我完全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 那为什么会完全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背景辐射 因为每个人所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 其他的活动都会接受剂量 OK 还有呢 辐射致癌它的基本的机制 跟其他化学物质致癌是一样的 你要看到它的影响 你一定要有对照 这边没有办法有很明显的 对照组的结果出来 让你来判定有没有影响 所以从这一点开始到这一点之间是不清楚的 是不清楚的 那可是呢我们还是要使用辐射 对不对 所以这中间一定要有一个计算跟分析的方法 才能可以做我们防护的一个准则 好 那怎么办 做假设 所以我用假设是什么 依那条线 依那条线叫什么 叫线性假设 意思讲从这点开始 从这边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那从这一点到这一点呢 没有辐射就没有影响 有辐射 这之上我们看得到 之下我们看不到 我们把看得到那一点的影响 用两条线 用条直线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认为低剂量的辐射效应 一 OK 那如果你是一个对认为辐射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自然界的因素 我们本来就是生存在一个辐射的环境里 我们坐飞机也会有辐射 OK 那我们爬一趟山也会有增加辐射 所以你认为辐射计量低到某一个地步时 就根本不必去管它 我们看不到代表它没有 OK 所以你可能会用二这条线 就说在低尽量辐射它的效应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二这条线 可是如果你坚持认为辐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 多一点点对我的影响都不可接受 你看不到不代表没有 所以你会用几 会用三这条线 所以当你看到很多人对低剂量的辐射 例如说这个 例如说这个丘诺比尔 例如说这个将来的辅导 会有很多数据出来 那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很大的差距的来源就在于这样 它相信什么 OK 我们一般法规接受的是一这条线 那我认为接受一这条线是有道理的 因为背景辐射 在很多地方是非常高的 但是它也没有对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个影响 造成额外的影响 那说真的 现在民众会对辐射这么样的恐惧 跟这个假设有关 因为我们这些学这些学合工的 或者是学一些辐射线的 学这些health physics的人 我们都跟人家讲 有辐射就有影响 有辐射就有影响 指的就是这条线 指的就是这条线 好 那这个是几率效应 这是几率效应 那我们讲遗传效应 我想这边我不念 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这是遗传效应的 这个一些的影响 遗传效应 birth defect 就是说生下来的缺陷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 任何一个小孩子生下来 不可能是100分 OK 它一定有一些缺陷 指的有些缺陷非常的明显 有些缺陷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 还有一个绩效效应 就是1982年 美国有一个教授提出来说 低剂量辐射对人体的健康 有益的调查 这个是基本上是从 日本的这位教授 广岛长期追踪调查 一发现致癌的几率 叫正常人为低 这些活下的人 你把它看一看 他将来就得癌症的几率比较低 他们称这种现象叫 绩效效应 此外呢 经过长期对美国核子潜艇的工作人员 加拿大接受乳癌X光射影的患者 那时候剂量过高 以至披斯堡大学住户冬气效应的研究 因为披斯堡附近 它的岩石里面的 鱼的含量比较高 所以它的地下室冬气含量比较高 就都发现这些人呢 他都有正面的健康效应 能够减少致癌的机会 并能够刺激免疫功能的增加 所以多了有害 少一点有益 OK 当然这个绩效效应 目前在研究 在法规里面是完全没有考虑得到 你要是一个反核的人 或者觉得辐射是非常危险的人 你要辩驳这种事情 你要怎么辩 你要不是辩驳 你要说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 其实上蛮容易的 你知道为什么 能不能想 我们讲辩论的技巧 你会发现这里有什么问题 那个广岛跟长崎那一报 杀死了不少人 所以那些资质不好的都死了 剩下来是资质好的 他本来就不容易得癌症 所以他身体本来就更加抵抗力强 本来就不会得癌症 像你把这些活下的人告诉我说 没有影响 甚至还有正面的影响 搞不好那正面影响不是辐射造成 是老天爷给他的 OK 如果他没有受到那剂量 搞不好他活得更久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东西是目前上一个说法 目前上一个说法 有没有他学理的根据 有 那你能不能够很明确的证明出来 恐怕永远不行 就跟我们没办法 证明那个低剂量辐射效应的影响是多大 那我们现在看辐射效应 辐射的健康效应 人的一生之中 我们刚刚讲百分之三十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我们说百分之二十五 那一年之中如果每天吸烟二十支 其致癌的几率相当于七十到两百八十毫西弗的剂量 那全身年剂量如果低于五十个毫西弗 基本上被认为是相当安全的 那流行病学调查解释呢 接受低剂量的辐射 约250个毫西弗以下 不会有任何的临床症状 癌症的发生率也和一般人相当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辐射健康效应的一个大概讲 那我怎么知道一个人接受了多少辐射的剂量 我们一般人民是不带的 如果你是辐射工作的人 你身上会带一个测量的仪器 最早的时候一个叫胶片的配章 因为带在这个地方 然后随着你的身体接受辐射的时候 那边会有一个记录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配章里面的读数 读出来就知道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之内 累计接受了多少的辐射量 所有辐射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配章 来让你决定你接受的剂量 接受剂量 当然这个辐射别在哪里看 下次你如果到医院你去照X光 你注意到那些操作X光机的人 他身上大概都有带一个东西 那就是他的辐射 我们就要称他为他的计量计 那我们1月16号我们去台电参观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 你们有没有人不满18岁的 去的人有没有不满18岁的 不满18岁我们不能进去 要满18岁才能进去 那个规定是蛮不正确的一个规定 但是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你进去参观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计量 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增减的仪器 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场的计量是多少 然后你现场的计量率是多少 你累积拿到了多少的计量 这都可以追踪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辐射防护的一个方法 时间 距离 衰变 屏蔽 四个 所谓时间是什么 你跟这个放射线物质接触的时间的长短 接触时间越短 当然计量越少 再来距离 因为辐射线释放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空间角 整个空间在释放 整个空间在释放 所以呢 你跟它距离只要拉长一倍 你接受到的辐射量就降为四分之一 好 那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 跟距离的平方层反比 然后衰变 那有的时候呢 这个防射线的物质呢 譬如讲说我们利用放射线物质要做 利用这个反应器要做实验 我这simple摆进去 照射的时候会产生蛮多的 所谓的活化的产物 那有些活化的产物呢 半衰期非常的短 所以当我simple出来的时候呢 我摆一段时间 那些比较短半衰期的 它已经衰变了 所以那就对我们就不会造成影响 再来呢屏蔽 可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时候呢 就会 就会这个 这个 一定要接受那么强的一个辐射 所以我们中间会摆隔绝物 把辐射给隔绝 所以我们用屏蔽 屏蔽可能是千块 也可能是加上这个 有的时候是水 或者是一些这个 里面含氢量很多的一些物质 来挡中脂 所以辐射防护的方法 时间距离衰变屏蔽 那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一些生科系 或者说这个化学系 有些实验也要用到辐射 通常那个时候呢 学生要使用辐射 大概都要接受一个 辐射防护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们讲屏蔽 给各位看这边有三个 如果是α射线 那我基本上一张纸就挡得到了 那如果是γ射线 我可能一直要用到这个 β射线我可能要一个薄薄的铝片 γ射线呢 我可能要用到千来挡它 当然这能挡掉多少程度 能挡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们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模式 在计算 那我们一般来讲 sharing 就是说辐射屏蔽 辐射屏蔽 也是一个 也是我们合工这一行 蛮重要的一个领域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叫同步辐射 大家应该听到 同步辐射 那个也叫辐射 那个辐射是什么呢 X光 它利用电子在轨道你运转 因为在轨道你运转的时候 一定有加速度 才会在轨道之中走 有一个改变方向的加速度 当电子在加速度的状况之下 它会放出X光 那个X光有固定的频率 所以同步辐射 那个辐射指的是X光 那整个同步辐射 那个sharing的设计 是我们系上因为老师帮他们做的 所以 游离辐射防护的原则 引起辐射暴露的行为 务必是力大于弊 这是第一个正当化 第二个呢 最适化 那接受辐射暴露的计量 暴露人数及暴露之可能性 以社会与经济因素考量 务必合理的一滴 你要尽可能的降低 你一个要做一个实验 你要想尽方法 然后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考虑你的经济的影响 尽可能的要降低 所以这个原则呢 我们称它为ALARA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意思讲说 你要尽可能的去降低 在你能力的范围之内 带来呢 计量的限制 我们为了防止 确定效应的发生呢 我们用等价计量来计算 来定一个法规 来防止确定效应的发生 要逆低 几率效应发生的几率呢 我们用有效计量 用有效计量呢 我们来逆低 所以这是我们原子能委员会 这个游离辐射的防护的原则 所以我要一滴几率效应 我是以全身来考虑 我们辐射工作人员呢 我们定的是50个毫希佛每年 那连续5年之年平均必须小于20 意思讲说5年之内最高100 任何一年不能超过50 对于一个辐射工作人员 5年之内累积量100 任何一年不能超过50 那对于一般民众是多少 是1 一般民众是1 你说我天呐工作人员的命不值钱 所以一般民众比较值钱 会不会有这感觉 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他是工作人员 所以他会接受比较高的辐射计量 所以同时呢 也要给他提供适当的保障 什么叫保障呢 可能会给他做一些体检 OK 可能每一年呢 就会帮他做比较多的检查 如果他发生癌症的话 他发生癌症的话呢 他可以提早治疗提早发现 所以也不太能讲说 这一般民众的命比工作人员值钱不是 因为这个50 仍然低于我们的那个低阶级 那个低很多 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子定 也考虑到说 我们对他会有比较多的照顾 所以一般来讲 在台电或者在圆恩会工作的人 他们每一年 他们有一个体检叫做核能体检 非常的彻底 我们老师曾经跟圆恩会讲过 外面也做辐射 他也应该给我们做核能体检 然后圆恩会付钱 他说想的美 那你自己的事 因为我们跟辐射真的没那么多的接触 那些圆恩会的 还有那些台电的 他们就有所谓的核能体检 因为他们要承受比较高的剂量 他们风险比较高 这是一滴的几率效应 那防止确定效应 我们也有定这个一个 一个这个五百 这一百五十个 一百五十个毫西佛 五百个毫西佛 那一般民众呢都是 都是除以十 在这一部分呢是除以五十 这是我们的一个法规的一个限制 这是体外计量 可是我们担心一件事情 我有没有可能 譬如讲辅导事件发生之后 对不对 我空气之中有CSE37 我会吸到体内 假如牛奶里面会有CSE37 我会喝到体内 对不对 我捞到的鱼 那个鱼里面有CSE37 我会吃到身体里面去 所以变成体内剂量 变成体内剂量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辐射安全起见呢 我们针对每一种食物 都定有允许最大浓度 针对每一种辐射物质 我们都具有允许最大浓度 包括饮水 包括空气 包括食物 都有法规的一个限制 所以这是我们主要几个法规 点131 CSE37 普通宁239 那我们可以来算 这个一周四十个小时指的是工作人员 一周168个小时指的是一般的民众 这是说我们的一些限制 然后这个值是我们的管制值 意思讲说如果我的甲状线 点131 一周四十小时工作的环境里面 我们最大的浓度呢 是2.22乘以10的六十方倍克 这是我能够允许最大的浓度 意思讲说我的浓度比它低的话 对一个工作人员而言 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不能到这个时候才反应 我不能说测到这么高的浓度的时候 我才开始采取措施 不是 我在5乘以10的四次方的时候 比它大概低100倍的时候 我已经采取措施了 我已经采取 我已经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保障 这个体内剂量 不会超过限制的一些管制的东西 所以日本福岛事件一出 它曾经把一些带有放射线 射137的海 这水呢 盪不到海里面去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渔船 如果去那海域捞回来的鱼 我们就得去测 有没有超过这个管制值 结果当然是远远低于这些管制值 但是原来会发布的报告 一定不能讲是0 因为它真的有测到 可是它只要测到 哪怕是测到1 民众可能都不愿意接受 可是那个1是从哪来的呢 因为可能你到太平洋 远离日本的地方 抓回了一条鱼 它的CSC的含量可能还是5 因为很多天然 天然就存在的一些 一些这个核报留下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允许最大浓度 允许最大浓度 这也是辐射防护上 对体内剂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再来讲 背景辐射的来源 背景辐射的来源 我们宇宙射线 我们前面提过了 那台湾地区海平面宇宙射线 所造成的剂量 每年大概是0.27个毫希佛 那阿里山呢1500公尺 那每年接受的宇宙射线呢 一倍 0.54个毫希佛 在玉山三倍 0.81个毫希佛 那一个飞在2万公尺 高空战斗机的驾驶员 每小时就接受了13个 维希佛的这个能量 这个计量 换句话说 它只要15个小时到16个小时的飞行 它就等于一个人一般的一年的计量 15个小时到16个小时就够了 这是宇宙射线造成的 那当然我们下面讲呢 这是国内外航线旅客所受的辐射计量 这是维希佛 10的负6 所以台北到纽约 你会一趟你就接受了156个维希佛 也就接受了0.15个毫希佛 意思讲说你飞行10趟 就等于是一年的计量 你飞行10趟就等于是一年的计量 当然这东西跟你的距离是有关的 跟你的距离是有关的 所以航线旅客所接受的辐射计量 然后呢我们再来呢 就是说我们地球表层内的放射性元素 这个我一开始时跟各位解释过这些东西 解释过这些东西了 那各位应该有记得 这个都是在地表里面的一些放射性物质的量 好 那前面也提过了 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种 因为它可以从泥土跟岩石的细缝 跑到大气中进行α衰变 有较大的机会对人体造成背景计量 而且有机会跑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那半衰期越长的这个 半衰期越长的东气呢 越有机会到泥土的西风中泄露出来 跑到大气 那冬222的半衰期 这个是3.8天 是U238衰变系列中的一环 它有较大的机会进入大气 那我们现在看 世界各地的室外冬气的浓度 每一方每立方公尺贝克 你里面可以测到多少的冬气 再来呢 再来就是各种建筑材料室内冬气的浓度 室内冬气的浓度 各位可以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 如果你居住在美国Sincinnati 就一般的空气里面 你弄它一立方公尺 里面就有将近10个贝克的冬气 会放出10个贝克的 有这个可以放出10个贝克的 一个放射性核种冬气的 你在法国9.3 在美国的纽约是4.8 在菲律宾是0.3 马沙尔群岛是最低 0.02 这受什么影响 受它延时的构造的影响 当然我们会做这个 会来各种的建材 各种的建材 里面冬气浓度的含量 你用木材是最低的 用石高砂石水泥砖块花钢石 170 再往下面走 这个非灰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那个电厂里面烧煤 烧完之后收集下来的那个煤灰 也不过341 如果你真的想不开 觉得硫矿那个颜色很漂亮 你用硫矿扎来做你的建材 4000多 4000多 有没有 有 因为它跟这个石 跟这花钢岩混在一起变成磁砖 有 所以这是各种各样建材的一个 里面冬气的一个浓度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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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